這兩天我們跟地方政府 還有整個地方專家學者 大家討論 大概有幾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跟大家先報告一下 就是整體來講 我們大概希望再從明天起 等於是明天的臨時起 就是要改變就是已經打過3劑疫苗 打滿3劑 打滿3劑 我們現在確診者一樣 我們這政策就是及格7天加7天的自主 健康 自主防疫 那他的同住的家人 我們本來是所謂的 3加4 就3天的居隔4天的自主防疫 那現在因為第三劑疫苗的打 見識也看到在 各種的資料顯示 在第三劑疫苗打了之後 其實有也大部分是輕症 不管是他的染疫之後的重症 或是 他的染疫之後 他本身上的一個傳播力量 其實相對的都 就是傳播力量弱 那重症的比例低 所以對他們在工作上 盡量讓他們比較多的一個方便 所以打滿3劑 本來是要列入同住家人的打滿3劑者 就是可以免居隔 那所謂的3加4 那3天就不再居隔 他只要全部他的7天 等於是本來3加4的7天 他只要是快殺陰性 可以上班 那可以出外採買 那當然去看病領藥 這當然不是問題 那但是要求不要到人潮擁擠處 那尤其跟不特定的人的接觸 盡量要避免 那外出聚餐 這也是應該要避免的 換句話說有打過 這種在跟確診者的同住親密家人 打過3劑疫苗的 就不再居隔 他等於是在7天裡面 他都可以 在快篩陰性的前提下 去上班也好 出外採買 然後那個看病領藥 這些都都可以 但是要求 盡量避免到人潮擁擠處 那尤其跟不特定的 陌生的對象 盡量少接觸 那外出聚餐 這也是被禁止的 那其他的暫時都不變 但這個在禮拜應該是禮拜五 是不是還是禮拜六 時間過得好亂 大家在禮拜六跟地方政府 多所做了一些 相關 禮拜六嗎 我是哪一天開會 時間過得有點怪 昨天上午 因為開了太多會 有什麼 應該昨天上午跟地方政府 大家做過一些 廣泛的討論 是前一天 我們跟專家有討論過 那以專家大家的共識為基礎 那跟地方政府 做了一些都 簡易是一個大家的一個溝通 那意見都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啦 不過 我們最後還是 決定做在這上面 雖然要把他全部都把他 放鬆來 有很多地方政府是這樣子的一個期待跟建議 那但是我們覺得在疫情在這還未明 未來還在處於一個 像今天大家看到已經持續5天 大概都維持在6萬 左右 甚至 今天比昨天還降了10% 不過這我們都擔憂是因為是禮拜六 禮拜天 這樣休息的一個效應在 所以這個情況還不是那麼清楚的情況下 那把他 為了就是說在行政的負擔讓他降低 能夠集中精神來照顧 確診者 但是前端如果放得太鬆 反而產生出來太多的 確診者 那進而加重後端確診者照顧的負擔 那恐怕也會得不償失 所以我們選擇一個 在專家這邊的意見比較多 是趨炎 那地方政府的要求是趨鬆 那我們舉這個比較折衷的 對於施打疫苗3劑的 現在已經也到達了63% 包括我們的 加強劑的話 就差不多要64% 那這樣的人 大概64%的人就不用 再進行那3天的居隔 讓他可以比較自由的 來上班 那然後來 到工作也好 拆買也好 這樣可以比較放鬆 那也對於我們在管理的壓力也放鬆來 那地方政府有在擔心說 那這樣的情況下 他很難來區別這樣的一個身份 那所以他有這樣違規的時候 難以處分 那但是我們看過這2年來 我們在防疫裡面 當我們宣布了相關的指引 之後 其實我們所有的國民 大家在遵從上面 事實上大家配合度都很高的 所以這並不再從 從外部的一個管制跟強制 就要管理他 處分他 那當然因為沒有遵守 而產生在傳染病上面的一些危險的時候 一樣會以傳染病防治法來做處分 但基本上不是用所謂的一個縱罰 當作一個手段 是要求全民要自治 大家要一起來配合 所以只有打滿3劑的同住家人才可以 那如果沒有打滿3劑的同住家人 也一定要要進行3天的居家隔離 4天的 自主防疫